在今天,东北风偏弱,风向吹着西南风,北部的高温28度,南部地区的高温可是到达了31度呢。 不过,从现在晚上开始,东北季风的强度要逐渐的增强了,所以呢,你明天往北走,记得要戴一件厚一点的外套。 最主要呢,东北风增强的时间在周五,保暖的工作在中部以北不能少,但是呢,夜晚的温度状况在今晚深夜到明天的清晨,14度的低温。 明天白天,北部地区的高温也只有在16度哦,跟今天的28度相较之下,可是下降幅度有12度之多呢。 但到了礼拜六,礼拜天,开始有9天的连续假期了,要返乡要大扫除,6日都还蛮不错的,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,但是中午的高温呢,又回到了27、28度的高温。 接着,到了礼拜一除夕呢,除夕当天的时候,华南云带的东移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增强,会有短暂争雨出现, 而且气温的部分也都略微的下降了,低温的部分在14到15度之间。 而到了初一的时候呢,往北走,往东走,有点短暂雨,往中南部走,天气晴朗,但是在初一这一天来说, 西半部地区容易有晨雾的状况,清晨出门行车要注意,接着初二要回娘家, 接着初三、初四,甚至到初五,都是属于一个晴朗的天气,中午又回到了27、28度呢。 所以呢,东北季风在礼拜五的时候增强,下一波的东北季风预估就在除夕当天, 而到了初二以后开始天气晴朗,来看到卫星云图了。 云图上先注意到,北方的云带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, 封面云带已经到达了台湾的北部海面了, 从今天晚上封面一通过,北方的高压开始带进来东北季风, 温度形态来说,在今晚深夜到明天中午之前是下降的, 但明天晚上整个高压系统东移之后呢, 到了礼拜六开始,风向吹着东南风上来,气温再上升。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,晚上的温度转冷了, 晚上尤其在这北部地区的朋友,有点短暂雨后再转多云, 明天的高温16度,东部地区有点短暂雨, 中南部只有云层增多一些,阳光一样会露脸, 外岛地区的马祖晚上低温掉到9度, 小丁宁给您一个提醒,特别注意啊, 海边阵风偏强咯,骑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, 还有,明天南来北往往北走,穿着方面要保暖。